临了 嗯 贝贝 你说南南会喜欢这枚血液红宝石戒指呢 鬼别去 我怎么知道江南南喜欢什么 我只知道我家小雅喜欢暗器 哎 我学弟 贝师兄 三师学长 贝贝 学弟 南南 我先走了 贝贝 你记得让小雅把南南拉进唐门 到时候我也混进来 就能跟南南一起了 南南 这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宝石戒指 喜欢吗 这小子不错 还有专一 像我 贝师兄 三师学长也要加入唐门 为了和江南南同班 他还拒绝升学到五年级呢 要不是和新弟子之项身份 恐怕这次就要被学院开除了 徐学长可真痴心 好 我也走了 你们慢慢逛 快来看看这个 辟 game 你看那千年兵型的右臂魂骨 简直是改变命运的钥匙 也能 开启你的心扉 嘻嘻嘻嘻 别双天举顶铃铃啊 你才有冰 冰冰 若是斌的冰啊 你的凌末犹如天兵 斑斑 把刀 吐 这件不错 这一块魂骨源自万年黄金帝龙王 光明属性 对测机具有光明之光能力 果然很适合你 九百五十万 这么贵 我用特权给你换吧 虽然我只有十万的奢陷额度 但我可以花自己的钱 你也太有钱了 反正我买得起 我不想你为了我 用到学校给你的特权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和萧萧都已经有了魂骨 可身为团队强东西战魂 是个女却没有 更何况 我们还是可以五魂融合的伙伴 你的实力增强 本来就是我们力量 共同的提升 可你从这里拿的东西越珍贵 欠学院的人情也就越大 如果要用到这次特权 我愿意用来给你换这块黄金魂骨 我今天从你这得到 未来也一定会为你付出 我还有奢陷额度 你想要什么 不用 雨昊 左手第三个站台 买一下它 千宁金交 你的特权已经为我用掉了 这个我为你卖 什么 就是霍宇昊那小家伙 没错 霍宇昊的第二五魂 是极致至冰属性 当初你受到的那股寒冷魂力冲击 很可能来自于它 否则 以它当时只有十二级的魂力 怎么可能抵挡你六十多级的凤凰火焰 话虽如此 四十多级的魂力差距也未免太悬殊了 理论上就算是极致之冰 也弥补不了这么大的差距的 太好了老师 有了霍宇昊的极致之冰 我就能摆脱邪火折磨的困境了 这样 我就能参加全大陆高级学院斗魂大赛了吧 当然 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找霍宇昊 你是丫头 慢一点 霍宇昊今天去赏宝会了 知道了 太好了 今天真是满载而归 不太距禁 小心行事 崄面 反对 冬 还 қ 别 如此 进 appl